扫除箱内包括凹槽内的所有杂物 并检查集装箱内壁、边角、地板 是否有尖、硬、碎、凹凸布屏等处 拔出或敲屏突起物或钉子等尖锐物 用纸板防护箱内侧壁 纸板防护箱内拐角处铁环 瓦棱纸防护箱内突起部分 防止刺破液带 清理大的锈块 禁止留存任何物体碎片、锐边、颠刺 松动螺丝、明显凹坑、明显焊接痕迹等 可能引起液带磨损的不良物 清理掉箱内留下的绳子、铁丝等硬物 防护后再进行一次清洁 产品组成 检查包装箱是否有损坏、针眼等 如果有损坏则需要更换 装有液带箱内的液带及配件 门挡钢管、瓦棱纸、指门挡 检查鞋子底部是否有尖锐或异物 戴好脚套穿好工作服 将瓦棱竖立在地围两侧 上部用胶带粘在箱壁上 纸板之间用胶带粘贴 底部瓦棱纸之间进行拼接 整理瓦棱纸侧边边缘与箱皮贴合压实 避免出现错位为防护的情况 冬季天气寒冷 需要粘贴牢固 避免瓦棱纸掉落 检查内衬四个边角 是否都有剂绳 展开内衬带 边角剂绳的位置 从后往前按照绳子的长度 细到集装箱边角上部的铁环上 中间部位内衬细到铁环处 前端两处边角先不剂绳 等待挡板安装完成后 再操作细前端内衬边角上 检查正确方数的液带 直管、塑料挡板、钢管支撑加 配件包 距箱门约1.4米 按折本缓慢载开液带 摘掉排气阀防尘带 检查排气阀是否有松动 调整液带位置 使之与箱体平行居中 用钢管顶住箱门角 将销钉插入钢管衔接处 直管放于钢管两侧顶端 用胶带固定直管与门挡板 门挡上的绳子与钢管绑住固定 门挡安装完毕 检查液带前端的两条绳子 并缓慢拉起液带 系紧到箱门顶部铁环处 液带带有绳子的四角 固定在集装箱边角铁环处 离箱底30公分 太高容易脱陷 液带前端中间的两根绳子 延伸至箱门挡板外侧 挤到箱门铁环上 箱内用扎表穿过塑料挡板 并固定 内衬带的袖子伸出门挡后展开 阀门摘掉防尘盖 打开手柄 阀门从门档口递出 避免卡压液带 塑料挡板上的卡槽 需要卡到阀门的卡槽位置 关闭阀门 拧紧内旋盖 用扎带将液带袖口扎紧 调整阀门位置 使其处于框架中间位置 钢管支撑夹卡在 上下钢管支撑夹的位置 依次加固 打开上阀门后 并用绳子缠绕阀门固定 慢慢拉起 绳子固定于集装箱门口上处 关闭左侧箱门 确保锁杆 锁柄扣等正常运行 并处于正确位置 确认钢管支撑夹 与左箱门外边缘对齐 在左箱门显住位置 贴上警示标贴 用扎带把三角警示牌悬挂在锁点上 完成服装 关闭箱门 即可贯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刀部arth